莫乃光議員 莫乃光議員 謝主上 不是 主席才對 你做了些事完全令人覺得 你真是好像當了自己是皇帝 做到主席 不懂做就算了 不要這樣有權用盡 主席 主上 講錯了 我想問官員的就是 第一就是為什麼這兩個禮拜 上個禮拜坐在這裏也是副局長 這個禮拜坐在這裏也是副局長 我想你們真的已經整個政府 是完全不重視立法會的了 但是呢 我都要問回這條問題 問題就是說 這次選舉入面 很多的工程過程 混亂言誤 其實都可以是把它自動化電子化的 只是講對身份證 用間尺去畫那樣東西 真是很離譜的 你們其實有沒有做過在過去 有任何的研究 他怎樣將這些電子法 都不要說點票的部分 你看看美國那裏 人家那些 那些投票結束了幾個小時 已經呢 結果都幾乎是出來了 但是香港呢 搞這麼久 一個這麼小的香港 搞成這樣 簡直就是收家 究竟政府在做什麼 有沒有研究過 還是局長不知去了哪裏 找局長來頂一頂就算了 根本就沒有等著去解決個問題 政策及內地事務局 副局長 多謝主席 關於投票電子化的問題 我們是很樂意 繼續聽議員和社會各界的意見的 過往呢 其實我們都就著這方面 是進行過一些的研究 事實上呢 沒有久之前呢 其實局長也都去了 紐西蘭和澳洲呢 就著一些投票電子化的問題呢 是進行了一些實地的探討和研究 其實我都想提呢 就是其實電子化呢 固然是有它一個很好的優點的 時間上或者是資源上呢 都是可以令到我們的投票的過程 包括點票的過程呢 都是可以迅速一些 不過呢 我都想指出 其實電子化呢 這個也都不是完全百分之一百 是可以說是零風險的 因為呢 其實大家都可能留意到 其實海外的經驗呢 都指出呢 即使是有一些過程是電子化了 其實同樣呢 可能是會因為系統的問題 或者電力供應的問題呢 是令到過程呢 是出現問題的 今天其實大家留意 最新的報導 其實也都見到相關的報導 在美國 那所以呢 這個是需要我們詳細去研究 另外一個我們需要考慮的呢 就是這些電子的器材 我們就算買了回來之後 我們在設立的票站的時候 我們是不是有足夠的時間 去設立這些電子的器材呢 畢竟呢 我們的票站呢 是投票日之前一天呢 才是可以借到的 時間呢是比較有限 是不是可以在這個有限的時間裏面 是確保到所有的電子系統 都是可以完全妥善 這樣裝設得到 是令到那個 投票和點票的過程都是順暢呢 這些我們是 需要再進一步的研究 但是我同意呢 是社會上 議會裏面呢 也都是有這樣的要求 我們是樂意繼續 跟議員呢 是探討 以及聽各位的意見 多謝 主席沒有答到我的問題 我問他有沒有研究過 有沒有時間表 他就只是在那裏說去游浮 那實際上就沒有答到 我只是說 你最少將那個核實身份 那部份是做了它 那我現在不是說到 所有的東西都要電子化 你又說到好像個危險那樣 那你是不是沒有心去做的呢 局長 主席 正如我剛才說 我是樂意繼續去 跟議會 研究這一方面的問題 即使是那個 那個 那個選民登記冊的文本 是電子化了它 正如我剛才說 不是完全百分之一百 是零風險的 今天 今天新聞的報導 正正就是見到 美國有某一些投票站 就是因為電子系統的問題 是出現這個 投票冊文本 是出現這個問題的 所以這個是需要我們認真去研究的 多謝主席